今天經文來到沙摩尼 先給大家預告 自己的經文可以跟後禮拜 後禮拜的經文做一個對照 一個對比 今天來到沙摩尼 講到祭司以利和沙摩尼的故事 這段經文你如果讀過兒童主日學 一定很熟很熟 就是沙摩尼 我們假如說沙摩尼在聖殿裡面聽到什麼 你叫什麼 叫沙摩尼 叫沙摩尼 沙摩尼 就是這段經文 但是要進入你的經文 我們來做一些一些 一些前提的前提 頭前的要先解釋一下 修生 設一個會 他們騎去的地方是會沒有 不是聖殿 就是說在什麼前書 前後書那個時代 還沒去聖殿 是會墓 所以你來想想不是在家裡 是在帳篷裡 好,來 在釋羅 不是在耶路撒冷 釋羅是什麼地方 就是當時 約束阿 領伊斯拉人 已經 已經 執到加南地 地都分好 各支派都分好地 約束阿是把約櫃 帶到釋羅這個地方放 也不是耶路撒冷 釋羅在耶路撒冷以北 差不多是在 撒瑪利亞地 跟猶大地的中間 是屬於 以法連的屬地 以法連 就是我們在講的 三母年那一排 以法連 所以這個 這個故事發生的地方 是在釋羅 不是在耶路撒冷 地點 時間 時間 時間是在釋師 釋師的時期 我們看釋師祭之後 中間插了一個路德祭 之後更是 薩摩爾上下 釋師祭 釋師祭 這個時期 是一個很特別的時期 釋師祭裡面 前後 都有去講到一句話 這大家在看釋師祭 一定要看見面 他說釋師祭的時期 尤其是最末的釋師祭 最後面講了一句話 說什麼 他說 那時 那是在中無翁 每人照顧看最正的來走 這是整本釋師祭的一個結尾 這樣放在最末裡 做一個結論有重要嗎 很重要 他說那個時代 叔叔那個時代 他在無翁 那他在無翁 那他在無翁 這是很奇怪的講法 因為阿花上帝就是他在無翁 他說他在無翁 每人照顧看最好的來走 每次都講到題目都是很仔細的斟酌 你都沒有在看 願意照顧看最好的來走 剛好跟釋師祭最後這一句是相關的 那時候 那時候的人是每人照顧看最好的來走 這句話也是出在薩摩爾記上 他你講的話 他你說原兄弟 願意照顧看最好的來走 好 這個是前情提要 那如果 那薩摩爾記上一開始 我們自己的疑問一開始就講到 當那個日子 那薩摩爾的語言稀少 就是沒有在末世 說比較沒有上帝的聲 第四世紀的時代 第四世紀的時代 只有有叫的出名 只有一個先知 先知迪佛拉 女先知 其他都沒有先知出來講話 就是說 那薩已經很久講話了 那你的經文 那個祭司叫做以利 這個以利 這個以利 聖經記載 哇 很胖 吃得很好 很胖 體重很重 然後有兩個兒子 這兩個兒子 在會墓中 胡作非為 就是我們來憲罪 他都自己生了 還不憲給上帝 他們生了 先拿那個籤子 先把肉刺起來 這個我 還不可以煮好的 我要請 請我自己來料理 這個祭司在 在會墓 胡作非為 還加在會墓 外面 學生的男人 學北來 其實我說我這裡 各位 要注意聽 我們對聖殿跟會墓 哪對要出外集祭 一路路來 我們會看到更多規定 對吧 很多規定 譬如說 這一世 上五十個做這一世 誰的後代 可以當祭司 誰的 不是說立位而已 不是立位人 可以當祭司 是誰的後代 亞倫的後代 對嗎 是立位人 沒錯 可是他他要做 他是亞倫的後代 可以當做這一世 所以你可以知道以利 以利一定是亞倫的後代 可是會墓外 怎麼會有 會墓的外面 才會有學生的男人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如果叫 出外集祭 後面這些幾天下來 誰服侍啊 在會墓的學生的人 什麼人 立位人 對吧 而且一定是男的 立位人 怎麼可能有 有路在靠近會墓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再強調一次 摩西五經 創出的名聲 下的所記載裡面的 瑞隆的故事 總是很早進展的故事 不過摩西五經的成書很晚 是以色列人被魯歸回以後 比較漸漸下出來 下出來的目的就是 要提醒這些人 讓大家說 你們的祖先 就是無尊教 上帝規定 所以才會滅國 所以反而摩西五經 他的改遍 在記載上帝位很清楚 可是我們看 薩摩爾記的記載 他們進展的事情 其實規定沒有那麼嚴 我們現在看就知道 怎麼不嚴 薩摩爾記 所以前一件記載 上帝一件 拆開一個聖地 神人 神人 先來把祭司立位警告 警告的內容是什麼 跟警告說 你們兩個兒子 實在做派 我會讓 你整個家族 沒落 不僅是你們兩個兒子 要死 你整個家族 沒落 他的咒詛是 你們這個家族 看不到老人 看不到老人 什麼意思 大家都很年輕 你們這個家族 都看不到老人 什麼意思 都會殺死 你說我不會滅了 我不會滅了你的家族 可是你這個家族 看不到老人 都怎麼樣 都早死 這個神人 已經在自己的經文之前 就先來警告 祭司以利 說你繼續這樣下去 上帝要懲罰 以利有沒有聽進去 世間都沒有說 你們要看看 這詩以利有沒有聽進去 沒人要吵我 想一下 好 我們說到說 在會幕 在會幕裡面 在學生的人 都應該是利未人 如果這詩呢 是阿倫的好 他 看哪隻 阿撒摩爾是哪一個支牌 撒摩尼是哪一個支牌 撒摩尼是哪一個支牌 看不到什麼 撒摩尼是哪一個支牌 撒摩尼是哪一個支牌 我們看第一章 撒摩尼是第一章 一開始就說 在伊法蓮山地 有一個人叫做伊利加納 伊利加納就是薩摩爾的爸爸 伊利加納 薩摩尼的爸爸 所以他們是什麼支派 伊法蓮 奇怪的地方就在這裡 因為薩摩尼的媽媽 一直都沒有辦法生育 一直不生 把相對記住之後 他生到薩摩尼 他就把薩摩尼返給相對 所以他都對在這一次伊利的旁邊在祝福 可是問題來了 他是不是利位人 不是耶 他不是利位人 所以我們怎麼可以想想 那個時代是真的沒辦法照顧 整基地做 他不知不是利位人 不是阿倫的父親 他在會幕裡面祝福 你怎麼知道他住在哪裡 薩摩尼睡在哪裡 這跟今天的故事有關係啊 就是薩摩尼在睡的時候聽到什麼 聽到有聲叫他的名字 薩摩尼薩摩尼 所以他不太重去伊利的房間 重去祭司的旁邊 說你在叫我 我在這裡 他要跟你說不是我叫的 你回去睡 所以三分你睡在哪裡 你怎麼知道他睡在哪裡 我聽到你聽到 第三節 給你的經文 第三節 今天第三節 上帝的燈指的燈指的就是金燈台 會幕裡面 聖鎖 聖鎖裡面的金燈台 他說上帝的燈還沒花 三分你已經在聖鎖 搖滑的燈 在上帝的燈整個燈在睡 什麼 三分你睡在哪裡 燈整個燈的燈 燈整個燈在哪裡 燈整個燈在哪裡 祭聖鎖裡面 只放一個月櫃而已 至聖鎖 月櫃裡面放什麼 月櫃裡面放什麼 放十戒 兩個法板 十戒 最重要的就是 月櫃放你至聖鎖 那只要出來去摩西五金的規定 只有什麼人可以去至聖鎖 只有誰 不只是祭司 只有什麼 只有大祭司可以 不是隨便進去 是一年一次進去至聖鎖 只有他可以去摩西五金而已 在來給師兄弟 所以因為只有他可以去摩西五金 只有一個人可以去摩西五金 所以每次 每一次大祭司 如果要去至聖鎖 腳都會擺一條鎖 腳擺一條鎖 再擺一條鈴鐺 衝一下 這時頭在祭司 大祭聖鎖裡面 怕老大會聽到什麼 在沒有 拱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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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幾乎 哇 一點鐘都沒聽到什麼 什麼意思 這時頭在祭聖鎖 一點鐘都沒聽到什麼 哎呦 外面會緊張嗎 可以去美女看一看嗎 不行啊 只有大祭司能進去 這時候繩子就拉一下 哎呦 還有沒有睡著 完全都沒有動靜 只好把它怎麼樣 表示死掉 死在裡面了 被上帝擊殺 那些人是很緊張 很重要的地方 至聖所 結果 三文里睡在哪裡 三文里 他搞不好還睡在約櫃裡面 三文里睡在約櫃 哇 這夠多 和和本沒有這麼翻譯 和本沒什麼聲 我們這個漢字本翻譯的比較準 和本修訂版就改過來了 就說三文里睡在約櫃旁邊 不怪他聽有邀法叫 所以現在記問就說 三次邀法叫三文里的名 每次三文里如果聽到邀法叫 他就頂到種出去 種去以你 祭司 祭司說 我沒跟你叫 你再回去睡 一直到第三次以你才警覺 三次邀法叫 三次三文里都是去找以你 這裡有記載 一個位 他說 在那個時候 三文里 也沒有人物要好 也沒有在到 就是邀法的 欺騎 末世 也沒有在他講話 為什麼 喪摩爾不認識伊核華 這句 希伯來文 認識 他的意思不是說 各位弟兄姐妹 有沒有認識劉德華 你們認不認識劉德華 認識 真的認識 知道他的名字 知道他的名字 不是在 不是這裡講這個認識 希伯來文 認識 他的意思 可以說生命很 很緊密的結靈 很親密的結靈 叫做認識 所以 以色列人用認識這個動詞 來形容夫妻同房 夫妻發生性行為 用同樣一個字 這表示生命緊密 生命很親 親戒親密結靈 所以意義算是說 其實這個時候 三母妮還沒跟上帝 減力親密的關係 上帝 還沒有對三母妮說話 要講這個狀況 好 剛才說到 要問大家一件事情 祭司以利 第三次才搞清楚狀況 因為 三次三母妮都一直來找他 他說他有聽到誰叫 他說我沒叫我沒叫你回去睡 他第三次才想到 可能是宜和華 你叫三母妮 來 第三次 傑司以利搞懂狀況 請問他夠不夠激情 夠不夠激情 你們都沒有想法嗎 夠不夠激情 其實我這樣問起來 答案好像不夠激情 你再想一想 他都說過 在四世紀的時代 他說 雅花哪 真正 講話 有接受末世嗎 都沒有 所以其實以利能夠認為是 雅花上帝的叫其實已經很厲害了 要知道以利算是厲害的祭司了 他知道這是雅花的叫 現在他就說 好 三母妮現在如果聽到聲 你就要去 就要跪下來祷告 說什麼 說我在這裡 因為 不是說什麼 雅花請你講 你的六目在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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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奴仆在聽 然後果然 雅花又叫 現在三母妮就說 請我講你的六目在聽 雅花就跟三母妮講 講到前面 頭前講到的事情 講到他要就做 第四世紀 所以我有對伊力的雅酒醬 要講伊力的雅煮幹 雖然這世紀 永遠沒有在熟灰 就算有獻祭 有在憲罪 他的雅無法熟灰 我會懲罰他沒有辦法熟灰 所以 他要懲罰的內容 之前都說過了 這麽就說就提供 現在三文裡不敢跟這個話跟以理講 以理就逼他 跟別說你一定要講 現在三文裡就講了 講這個話之後 這個祭司以理知道搖花上帝要出手了 不過他說這句話很奇怪 他說什麽 原來是搖花 原來教義說看最好的來走 他說這個事情是出在搖花 他說原來教義所看最好的來走 今天的經文只有到這裡而已 我要問各位什麼 這好像有很多大大的關係 前前我很多的解釋 說這次依理引導發生什麽事情 他們兩個兒子做什麽事情 上帝已經裁肯神經神人 先來給他警告 說他們上帝的懲罰是什麽 你如果繼續這個樣子 上帝的懲罰是什麽 現在上帝又親自跟三文裡說 三文裡也叫醒回答以理 以理祭司 以理祭司聽了後 只說一句話 願意教義所看最好的來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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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發生什麽事情 我再唸一下第四章之後的事情 第四章 描寫一些人跟菲律士人在相談 台北贏 就有人建議說 好台北贏 這要掩飾 我們以色列是有雅花上帝 當中的 我們要把他約貴 換來正常 跟菲律士人相談 不怕算 就只有 就祭司的以理兩個兒子 他們就去扛約貴去打仗 結果 約貴出馬了還是怎麽樣 還是打輸 打輸不打輸 整個約貴 約貴是怎麽 向上衝去 以理的兩隻都向上台詩 這個前前的消息 團回來釋羅的時候 描寫 以理坐在他 問說 什麽事情發生 他就說 你的兩個兒子都死 約貴給他拿去 以理走 往後倒 就摔斷脖子了 然後聖經還特地講 為什麽會這樣子 他說因為 他很老了 體重很重 特地交代他 體重很重 因為他年老 身體重 所以坐在椅子上 往後仰摔死了 好 表示 其實以理知道 上帝的話 有沒有認真 不過他是什麽款的心態 講這句話 當那麽多次 上帝 清醒 或是 聖經聖經 或是聖經 三毛利 在警告 這次以理的時候 以理是什麽款的心情 在聽說這句話 他說 我上帝照他 所看最好的來走 來 以理是什麼樣的心情 講這個話的 他也知道 他的小孩 胡作非為 他也跟他們兩個小孩講過 你不可以這樣做 以理是什麼樣的心情 第一項可能 反正 上帝言出必行 他講了就講了 他一定會照這樣做的 就等著就好了 好 第一個心情 第二個 不會 我是聖經 聖經講 對我們的家族 說我們這個家族 都看不到老人 第三個 聖經講的 聽聽就好 做參考 誒 祭司以理會 是什麽樣的心情 上帝千方百計 透過很多人 甚至情形跟他講 你當祭司 其實我不滿意 你兩個兒子 怎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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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確 要照顧你的家族 看不到老人 你們這個 你們這個家族 要視為 的 蜜蜜蜜 聖經這樣 這次 以理說 以理是什麽樣的心情 講這個 以理信不信啊 你認為以理信不信 有信嗎 有信 有信 為什麽不叫他兒子改變 如果有信 希望不叫他兩個兒子 都要戒過來 要認罪悔戒 一樣任憑這兩個孩子 繼續胡作非為 這次妳都無 went 到底信不信 如果 如果 相信 應該撤職查辦 別讓兩個兒子 繼續這樣做 這樣要 可是沒有 在會幕裡面 因為這兩個小孩有緣 緣緣很悲哩 這時他都沒管 不會吧 上帝是開玩笑的 我是祭司 那對白的家族會這樣 不過我是大祭司 我是祭司 上帝應該不會 他也枉開一面 會不會有這種僥倖的想法 對不對 還是以利祭司根本認為 上帝說話是怎樣 隨便說說 我做參考就好 你現在是不是以利 請你們吃醉 這次以利請你們去修課一下 我都說這個故事 概念的關係最重要 因為我們不需要是以利 才需要想這三個概念 去想這三個前行 我們現在吃醉一個基督道 我們怎麼看上帝的位置 我們跟祭司以利是一樣的位置 我們現在是基督道 我們怎麼看上帝的位置 是不是我們知道上帝 言出必行 走到要死 上帝如果叫怎麼說 他就怎麼走 這下麻煩了 上帝一定會給我們好看 還是不會吧 我是基督徒的 我是上帝的三位 怕你耶 是不是啦 你們怎麼沒有很興奮的樣子 你們是上帝的兒女啊 是不是啦 所以有沒有特權 什麼沒有特權 我們當然有特權啦 我們是上帝的兒女啊 我們是上帝的兒女耶 是君尊的祭司耶 你怎麼都沒有很興奮 奇怪 還是上帝講那麼多話 這個隨便聽聽就好啦 是不是啦 我們是怎麼看待上帝的話 其實你看以利 各位想在這裡 你看以利 他身為那個時代的大祭司 在宗教裡面他最大 上帝如果要說話就跟他說 人家要憲罪 透過他的手 他是最大的大祭司 跟上帝關係最好的 這怎麼說的 應該是他跟雅華上帝有人罷 有認識 他有認識雅華上帝 不過等雅華上帝 親身跟神說 派神人跟神說 派他的自己 手下的三母女跟他講 他都做情策 雅華上帝會做什麼事 雅華上帝會怎麼來出發 雅華上帝會怎麼來回應 他都做情策 他都知道 他剛才說過 他也不是一個不警覺的祭司 他會想得到 是雅華上帝 要跟三分二講話 他不是一個不警察上帝的人 他是一個解清楚上帝的想法 上帝的做法 跟上帝講話的人 上帝已經見過了 不過他有願意 沒有放在心裡 他沒有督促 他的兒子來改變 他看著 他等著 他日記照過 一直到什麼程度 一直到悲劇發生 兩個兒子 他約過 就是他小人看祭重要的約過 去消台的時候 去讓人更去 當祭司 大祭司 當到約過 被人家搶走 很丟臉吧 這個是因為 他都沒有做出回應 等上帝跟見過了 他都沒有做出回應 他拖 拖拖拖 拖到這個情形 發生 這個悲劇來發生 各位聽說 我們想想說一句話 我們說傳道什麼 傳道橋頭 怎麼樣 就自然直 沒煩惱那麼多 上帝有聽你嗎 各位聽說 有 上帝有聽我們嗎 有 所以沒有關係 我們亂七八糟 也沒有關係 傳道橋頭 怎麼樣 自然直 其實我聽聽 沒有信任這句話 我都把它改掉了 我都說傳道橋頭 就自然直直撞上去而已 我們都沒有做出回應 沒有做出改變 沒有做出對上帝的 會失蹤的回應 到一個時間 所有人都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 都會發生 我可以很理解 我可以理解 以利的心情 以利他 因為他沒有改變 他兒子的前行 他只好一天 過一天 拖累 希望事情會 自己改變 希望事情会怎么样 自己改变 这样上帝就不会收起了 对吧 跟什么这样 敢不敢去改变 应该只会每况愈下 对吧 只会越来越病越串 对吧 我在婚前辅导的时候 都跟那个姐妹说 那个考虑要结婚前 你这个对象 这个男生 婚前没有改的 婚后呢 你们的想法是错的 婚前没有改 这个男生婚前没改的 婚后当然会改 是变更坏而已 谁跟你说不会改 婚后会更惨而已 所以婚前就要想清楚 一样 既是以令 盼望的就是这个情形的 越来越好 但是不会啦 人家如果没在 上帝面 头前 凌浊 灰阶 有一个 决心 要上帝面 要上帝面 要上帝面来做 这些人不主动 哪来哪好 这个事情也会越来越串 变越好 只会每况愈下 越来越厉害而已 所以你能够看到 你会去想想那些 祭祀的心情 他一直听到 听到 上帝 立刻 要出发 上帝 立刻 要处理 但是他没有做出任何的改变 他只会担心 大担心 他没有做出任何的改变 他担心 他的孩子担心 担心 他担心 他让整个 他站在担心 他让整个国家 整个以色列的信仰群体 一直往下堕落 到一个地步 既然跟人正